哎小姐到这就行 真是太谢谢你了 那个 那个我今天一直有句话还行 那不是九九吗 一定是他来接我哦 那那那你快走吧 所以说了句你在等我 他这才没往前 小一姐 你这么害怕 好怎么等了呀 你再听他说完 然后再去就不就行了吗 那多尴尬呀 还有 你真是的 哪有这样的人呢 难道他在看着我 刚才的掉漏过程 处在窗外视像的盲曲 他不会从外面看到 如果是通过针头的摄像头 那么会连接室内无线同部件 所以先拔掉无线 还能看到 可能不是这里的无线网 昏暗条件下 镜头感光微弱 而如果有夜视功能的话 则会发出恐色光点 红色光点 没有无线端口 传输的是模拟信号 所以接收器可能会在范围三百米内 也就是 他一直都在 你在这干嘛呢 没事了 说来话长 你回来这么早 怎么你这里和咱门口也不拿进来呀 我来的时候没看见门外有这个 应该是那个追尼的人送的吧 这么害怕好像有尴尬 这都怎么回事啊 小语你家里现在有危险小语 有危险 难道刚才 小语我也证据 你一定要相信我啊小语 哎 还是被你发现 难道刚才 冲地上的安全口没有笔合 在被触碰后 定视玩具会在四分钟后自行击 不认识这个网友 小语在家里确实有 所以说了句你在等我 他这次没往下走 糟了有人在小语家 怎么办小语姐 门外家里都是坏人 怎么什么都没事都是咱们呀 看来只能这样 小语 干 我站你 你把小语藏哪儿了 都走了吗 好像都走了小语姐 看来只能这样 跟我来别出声 虽然二号新属不正 但今晚确实 把我们摆脱了危险 歪打正着罢了 对于这种人 咱们该收拾 还是得收拾 这才不到一天 全都在生下这个网友 活该 欺负外外员算什么本事 事理 淡定点 前面后果都不知道 说不定他 哎 今天子俭还有假 哎 仍然还有人给保安室 哎 这是我的后 兄弟们 我已经找到视频里那个小区了 哎 你好美女 请问一下小区保安室在哪 在那边 这就去给他登门道歉 道歉 哎 反转了 那天其实是有人假装外卖员混在来偷东西 幸好被保安认出来 他有了后面的事 现在全网都在给他证明 都有主播登门道歉了 那你知不知道 就在刚才 真相又反转了 有视频未证 保安当时并不知情 为难外卖员是真 不打误证还抓索脱 所以我到底该相信谁 现在全网又开始声讨了 还有主播要收回之前的道歉 我又错了 我当初不爱给他道歉了 又反转了又反转了 物业处于防御寻求 早就让外卖员道歉进步了 啊 王爷是看到他翻墙 才上心致志的 又反转了 第四次了 又反转了 第六次 又反转了 哎 第十一次 又反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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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次 又完美完了 翻转了 翻转了 你以后还当不到正义世界了 没有电话就没有发言权 我还是关号码 装什么礼 你给我站住 别冲动 谁呀 是是我的外卖到了 怎么又点外卖呀 您好您的外卖 又出去看电影 快跟你妈说一声不就行了 这什么麻烦吗 他要是同意我出去 我就废得他 哦对了 千万去跟我说麻烦 我怕老师不走就进我屋 好了好了知道了 好不容易回来了 家里做的饭不吃 就爱吃那些外边的东西 一点营养都没用 啊 吃完了别把垃圾放屋里 知道了没 嗯嗯 快小语 我刚出手机才发现 我的票是在另一部手机上买的 你的手机呢 在客厅中间呢 你快去拿 你怎么这么多事啊 坏了 刚才没锁门 喂刚才好险 差点就被你们发现 什么 她从哪里出来 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差点我俩都碰不上了 如果阿姨没在家的话 那刚才那个人是什么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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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喂 我是民宿的房东 刚才给你那儿的座机打电话 你接起来怎么不说话呀 不说话 我没有接电话呀 我才刚到民宿 奇怪了 那没事了 他为什么会说接通了呢 难道是这电话有问题 打一遍试试 看一下号码是多少 电话没坏啊 可能是房东搞错了 接通了 可是这里坐机 根本没人接 你 和房东说的情况一样 电话接通了 但没有人说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里电话不止一遍 这些坐机都被连在了 也就是说 喂 刚才接通我哥房东电话的 是房间里的另一个人 就一千万 多余的我一分都不要 人家 马上我让人带进京 给你一个小时 莫是不后 你怎么拿错记转了吧 怎么打电话胡言乱语的 你跟真人斗着玩呢 前两天啊 我接一电话 对方上来就说要找我工作 他说非要给我投资一千万 今天终于肯接我电话了 啥 你打错了吧 我给你投资一千万 咱们一起核酸好好干 我给你两千万 请你去医院看一看 这种打错电话的 我一天能接好几次 他却很肯定地说 号码没问题 不可能啊 对了 你手机号不是刚换的吗 那对方可能找出这号码 原来的用户吧 他号码不用销户了 然后被你拿到了 这样子就 那你还要约他见面干嘛 本来不就是扯单吗 他又不知道我再拿 再说了 他又真找我 还真的给我拿出一千万吗 笑死 这是我们老板给的定金 二位过目 你干什么 这一切都是真的 真的也跟你没关系 你快跟人家解释清楚 陪着人家就是要投资我 那不要转 再给人家装个恶业 钱在这了 货呢 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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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槽 近日 在我是成功破获的疫情中 两位热心市民提供了重要线索 请问您二位有什么想说的吗 就是 不要随便乱接陌生的电话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了 三 二 我觉得我就是 哎 你们看 怎么老有人想给我隔空投送照片呢 谁 哎 觉得刚才从家走的时候 我也收到过这个喜好的手机发来的隔空投送 我们在路上的时候 我手机也收到过这人的投送信息 我以为有人发错了 所以没在意 我当时就给拒了 隔空投送的距离也就五十米 也就是说 从家里到路上再到这儿 这人一直跟着我们 接受照片 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嘿 你们好吗 哈哈哈哈 嘿嘿嘿 你你别弄我啊 你是不是有病 说 你为什么从家到这一直跟着我们 你在说什么 谁跟着你们 我从早上就待到这儿了 不是你们随便点人为了 什么跟着呀 从他之前拍视的照片时间来 他确实没离开过这儿 跟踪我们的人不是他 一个陌生人 你看不见他在的 他却始终存在于你身边 只有你的微信电话 却可以把偷拍到的照片投送 这也太闹心了 我还把这工程关了吧 不用担心了 来的路上我试过了 隔空投送的五十米范围内 没有再塑造过这个名称 所以不用担心了 我还把这工程关系啊 去到这儿了 然后再次看到了 我还把这工程关系的